我不用任何化妆品 我只用肥皂,就是最普通的肥皂 我这肥皂是美的肥皂 嗯,就是看不出牌来 因为我这个人呢,就岁数大了,就油腻 油腻 我把我这机器搁那儿,搁那儿,暂时搁这儿吧 所以早上,我得用肥皂使劲把我身上的油给洗掉了 别招人讨厌 这油腻都是吃出来的 都是吃出来的 油,油腻了,它就转不动 但是没有油也不行 油除了燃料,汽油,柴油,煤油 煤油就是航空汽油 还有润滑油 你别看油腻,有的时候需要油腻来润滑 其实这个肥皂啊 就是洗脸的这个肥皂 我洗脸洗澡都用肥皂 这个肥皂本身也是油做的 最早做油的是阿拉伯人 印度人 就是那些放羊的,放牛的 用羊油做的肥皂 我们以前古代用造架树 你看那个鲁迅 就说造架树是植物 油才能去油 中国古话有叫以毒公毒 就是肥皂 肥皂会把我脸上的油 心里的油 把那些忽住的那些油全吸走 我洗脸老特使劲 老给洗破了 再搁着 刚才我搁的是这儿 现在我搁的这儿让它高了一层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 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 混出二氧化碳 吸进新鲜氧气 这就叫土固纳心 其实整个自然世界 社会都是这样 不停的把不好的东西给它去掉 现在是差五分 八点 我烧了一百升水 是八十升还是一百升 我把它烧到八十五度 这个 一大罐子水够我烧一天的 我是穷人 不但穷人 而且我是 那叫什么呀 螺丝钉 大机器里边 螺丝钉 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号召 风骨 用电 所以 我要在八点到来之前把它给关了 这个75度的水 它能够保持一天 就像我这种节约用水的人 一天的热水 我那么好洗脸的人 我那么在乎脸的人 一天用的水就够了 我洗完脸的水还能干啥的 还比较热 趁这会儿脑子还清醒 又逗逗逗 这两天老有小孩到这儿骂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 但肯定是领钱的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 说你反对战争 我们就是要革命 这些人其实要在 原来都属于托勒斯基 托勒斯基就主张 四个革命的不断论 为什么 托勒斯基是犹太人 他没祖国 他主张闹事 他主张革命 他建了一个 在他之前列宁也建了 也叫革命 但列宁那革命不像他那么激进 再往前 恩格斯马克斯也见过一个 所以从这历史上算来 如果从同盟宣言那会儿算 那是第一国际 以后有第二国际 说就变修了 就是北欧 西欧的那些 马克斯设想 社会主义成功 最早是在那些 发达的工业国家 后来好多小国 老想一蹴而就 领先世界 大跃进 但好像都没成功 那就有第二 列宁建的那叫第三国际 叫 Third International 正规称呼叫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后来列宁走了斯大林继承 托洛斯基继续闹 斯大林就把他给驱逐了 托洛斯基建了一个叫第四国际 你在这些东西网上都能查着的 都能查着的 那小孩骂我呢 说你这个占地记者 一直是叫美帝的田狗 然后是什么什么 他们老师或者他根本就没上过学 要上学好的这种年轻力状的这会儿 不是上学呢提升呢 就是赶紧做工挣钱呢 或者做些有意义的事 不像他满嘴湖盆来了就骂我 但是骂我一次之后 他也马上就走了 他马上就发现 我这个被他骂的 他一直认为公知就是坏人 所以他就来骂我 我不是我觉得公知是好人 公知为什么好人呢 他普及公共的知识 还不收你钱是吧 而且这是知识 跟你平常看见的东西不一样 你说像我 叫什么人出无害的 从自然角度讲我是一韭菜 从社会角度上讲我是一螺丝钉 您哪儿就在哪儿 他认为攻击我骂我说是 你一直顶多算个美军随军家属 跟着美军打哪儿打哪儿 我特想跟着他们打 见识一下世界的那一面 就山的那一面 可惜没这运气 我从来是打仗啊 就是鸡蛋碰石头啊 肯定有一方强一方弱 我从来在鸡蛋那头 比如海湾战争 我在巴格达 我就没去过美军那边 我去过五次巴格达 五次都是巴格达挨打的时候 要不然萨达姆 不会给我签名了 就是萨达姆给我签名 现在这张画挂在金台博物馆的 那个袁锡坤的那儿 一分钱没取 袁锡坤给各国领导人画像 对不起 出现谈 袁锡坤画各国领导人 都让那个领导人呢 给他签个字 他那儿萨达姆 卡扎菲他都想签字 签字他签不来 签不来他就找 外交部李宾司司长鲁培心 外交部鲁培心说 这种事啊正经外交官都不干 你要找的人得胆大 敢破坏剧率 不怕双开 这是第一 第二他还得有那水平 别惹了大事 第三他得有那能力 他得靠近这种大人物 中国就这么一个 就唐老鸭 但我跟唐老鸭没私交 这唐老鸭仗义 跟他有私交的是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 郑大雍 咱们找郑大使 让郑大使跟唐老鸭说 唐老鸭会干 郑大使呢是辟大东语系的 嗯 我有好多照片 我的读者都知道 我就不说了 郑大使写过一本书 叫三进八个大 嗯 郑大使是海湾战争 最危机的时候 驻伊拉克的大使 嗯 揪住我胳膊 不许我乱跑 但实际上他是喜欢我乱跑的 因为大使那车 迪佛罗麦迪克车牌 但是他他哪也去不了 而我能够到处去 让大使看见真正的东西 至于你说卡扎菲 是吧 嗯 卡扎菲给我签过两回命 卡扎菲搂着我 嗯 那我就更是 埃美帝炸的那一方 嗯 呃 一个记者必须有自由的心 和没有立场 什么是没有立场呢 就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去想领狗粮 小小年年一开始就不学好 为了挣五毛钱出去 到人家家里骂人不好 幸亏你到我这 你继续骂 但是希望你往上翻翻 往下翻翻 不懂得去百度一下 然后再喷 然后再喷